其實我們三個感覺上還不錯 就是會蠻互相鼓勵的 尤其家家學姊 他的臉子比較大 感覺就有點他帶著我們去那種感覺 會有點緊張 然後也會有點興奮感 我沒有想過AWIN是什麼樣子 但是其實一進去就覺得 哇就是全世界頂尖的人都在這裡 其實因為很早就知道第一場對到他 所以那時候在台灣做的 那時候影片分析 對那時候跟家人做蠻多的 觀察他的動作他的習慣 配上他的一些攻擊模式 練習效果還不錯 因為在場上的時候 其實大部分我大概都知道他想要做的動作 每次那時候覺得很可惜啊 對啊 而且又是縱使賽的時候輸掉 對啊 其實怎麼說 就是會怪自己說 若多處理更好一些 或是哪方面做得更好就不會輸掉這樣 但是後來看到家家學姊輸掉的時候 其實更難過 因為就是台灣史上第一次沒有獎牌 然後自己又是參與奇商老師 所以原本就是打算 打算啦 經典如果AWIN正常的體育表 你就想要退休 剛好碰到疫情的關係嘛 對那 現在其實已經看開啦 已經做好就是明年在天奧運的準備 對啊 那如果真的就是還是沒有要正常舉行的話 我覺得就 那就是跟原本的運氣一樣就是退休 因為包括我研究所的學業到現在就是 因為一直都在比賽嘛 其實沒時間去水輪論文 對啊 然後現在就是 想說 退休後就可以好好去水輪論文 先把已經做所畢業 因為之後還是要進入職場 對啊 對 但是其實在教學這塊是有自己的想法 對啊 所以也會想要比較朝著教練的方向去走 再來 就醒來 進來 就算了 進來